岳飞竟然死在了他的京中报国上 为什么会这样呢 我们这就细讲讲 当时是宋高宗在位 他的父亲宋徽宗和哥哥宋清宗都被金人抓去当了俘虏 还被各种折磨 实在惨不忍睹 这件事也被史称靖康之耻 一心京中报国的岳飞哪能容忍金人这么放肆 他要救回徽秦二帝 于是带着岳家军一路狂杀 打得金人屁滚尿流 然而宋高宗有自己的小算盘 他不想灰秦二帝被救回来 那样的话自己的皇位就没了 在宋高宗心里皇位比国家更重要 所以在岳家军马上要以碾压之势灭了金人之石 宋高宗吓得赶紧用一大堆金牌召回岳飞 生怕他把灰秦二帝接回来 所以宋高宗是主和派 岳飞是主战派 两人之间就产生了矛盾 最后秦桧在宋高宗的事宜下 以莫须有的罪名杀了岳飞 事实上真正要杀岳飞的是宋高宗 秦桧只是个工具而已 秦桧当时是宰相 相当于现在的国家总理 岳飞是疏命副使 相当于现在的军委副主席 在级别上两人是平等的 单凭秦桧一个人的实力是干不掉岳飞的 明朝时期与唐伯虎并称为四大才子的文正明 写了满江洪服饰残碑 注意这个不是岳飞的那个满江洪 里面有这样一句话描写了岳飞被杀 笑去去一会一何能逢其遇 翻译过来就是 可笑的是去去一个秦桧能干什么 他只不过是迎合了宋高宗的心意而已 面对皇帝的小算盘 可惜了岳飞拿一枪精忠报国的热血啊 故事就讲到这里 欢迎大家订阅频道